整個網路行銷流程就是這樣子 我透過平台去產生流量 帶進流量到達我的著陸頁 比如說什麼是著陸頁呢 比如說是我的臉書 我的網站 我的LINE 甚至是說我的商家 也是Google的地標 那進而產生行動 那這些行動呢 行動有分 比如說他是購買 或是加入會員 或是跟我們取得聯繫 都是可以的 所以 整個網路行銷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想的是 我怎麼製造流量 我怎麼帶去流量 我要透過SU去帶流量 我要透過廣告去帶流量 甚至說我要靠 線下活動去帶流量 你要怎麼去分流 然後加入不同的平台 用不同的方式去 讓他進而產生他的行動 比如說他購買 或是說加入會員 或是說 來你這邊住 所以呢 這要去我們要去構想 怎麼去創造這個流程 最重要是什麼呢 行進產品服務本身 再來呢 是你的策略 你要怎麼去做 推廣 你知道怎麼包裝 你這東西要長怎樣 再來是你的行銷 你要怎麼去做曝光 然後怎麼去安排 每一個通路 每一個渠道 怎麼去走 再來呢 才是你的社群的經營 你要怎麼去做 去怎麼跟你的客戶互動 然後再來呢 你這些都做了之後呢 再去想廣告怎麼打 陳學武同學請準備 陳學武同學請準備 林穗雲同學請準備 徐光遠同學請準備 今天這樣一個課程 最主要就是 當時在去年 在COVID-19的時候 就是說 很多服務業 就是說因為沒有課 所以在利用那個時間 我們想說 開設這樣一個課程 讓大家來充電 不管是老闆 或者是異性的員工 讓大家有一些服務的概念 或者一些創新的事 那當時在整個就是說 要照顧整個全台灣的民眾 所以我們也陸陸續 就北中南東 到處都開 那今天的話就是說 也很高興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縣服這邊 我們往處長這裡 在整個照顧過程 幫我們非常多 而且不管是縣長還有處長 對我們這個馬祖的產業發展 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剛剛也都跟我們這個 長佛力男這邊討論 就是說未來在整個 振興馬祖的產業服務業 這方面 我們可以幫忙 那當然就是未來 我們會持續跟我們處長 還有我們會想說 我們來瞭解 或者我們這邊商業的服務業需求